絕對的權利會產生絕對的傲慢 絕對的傲慢最後就會產生絕對的腐敗 原來MCC的說法是這樣子 他說要求你中天電視的綜合台 跟新聞台要有所取格 我現在就要問我們的MCC 你是頭上拍攝了嗎 你是真的現金有問題嗎 你怎麼在說消費 我請問一下中天電視台不是被關掉了嗎 你希望中天電視怎麼樣 把這個綜合台跟新聞台取格 你告訴我啊 我有關於這次我們中天綜合台 為了要在這個綜合台裡面 所謂自播 三個新聞性的節目在早中晚 以及一個每週之間製作一個所謂政論性節目這樣子的情況 被這個MCC封殺了 大家想要聽聽我的看法 這個執政黨現在害怕的就是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民主 同樣他更害怕是新聞的自由跟新聞的民主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中天電視台 自從在去年12月被關台之後 消失了這52台 我們看到幾乎全台灣的百姓 百分之98以上不再看這一台 所以政府想盡辦法要讓我們台灣人民相信他的作為 是民主是自由 是專業 可是就像我常常講的一句話 我講的那句話就是人民已經告訴你的答案 因為人民的選擇已經告訴你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 我們今天看到的MCC的專制跟它的作為 就是反映了現在的民主進步黨 在我們中央執政之後的專制跟獨裁 所以我剛才說 台灣人民已經告訴了所有的執政者 告訴他 現在台灣人民的民主跟自由已經被剝削了大部分 所以中天只是在媒體界 第一個被剝削所謂新聞自由跟新聞言論的一個媒體 所以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絕對的權力會產生絕對的傲慢 絕對的傲慢最後就會產生絕對的腐敗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絕對腐敗的開始 全世界都證明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台灣的媒體 證明什麼事情 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政黨 他都知道 新聞自由跟新聞的民主 是界定你是共產國家 還是一個社會民主自由的一個國家 台灣號稱是全世界亞洲最民主自由的國家 可是你看到的 現在全亞洲敢用政治力介入 關掉所謂民調最高的媒體 得獎最多的媒體就是中天電視台 他敢給他關掉 所有媒體的 尤其是媒體從業的專家 他們都知道 這些學者都一再地呼籲 有一個反動就是所謂不同的聲音 是執政者最好的防腐機 因為假設沒有一個正向反動的聲音 你這個執政者就不知道 你的執政方向是有所錯誤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中天在很多的報導 幾乎都是率先領導全國的媒體 在監督政府的時候 你不得不佩服 我們的電視台就是第四權 這一次中天電視台 只是申請綜合台的營運計畫變更 他變更他非常卑微 他只要求在早上中午晚上 增加一節的新聞台 播報台灣的時事新聞 另外在每一週 在選擇黃金時段播放一個政論節目 這個綜合台有這種的待遇 也不是只有中天的深情而已 現在我看到他的民視 他就有兩個政論節目 他的電視絕對不是只有三節而已 超過三節 三立電視台也是如此 東森電視台更不妨多讓 伊電視也是 為什麼足足只有中天電視台 想要在52台的中天新聞台 關台之後 對台灣人民有多一個支的權利都不行 原來MCC的說法是這樣子 他說 他說要求你中天電視的綜合台 跟新聞台要有所區隔 我現在就要問我們的MCC 你是頭上拍了嗎 你是真的性情有問題嗎 你怎麼在說什麼 我請問一下 中天電視台不是被關掉了嗎 你希望中天電視怎麼樣 把這個綜合台跟新聞台區隔 你告訴我啊 你分明就是不想讓台灣人民知道 真正人民的心聲 真正發生的所有可能的弊端 真正願意揭發所有社會上 角落上最弱勢人民的心聲 跟可能會造成國家動搖的 這個所謂貪污舞弊 所以我才要跟所有的百姓講 假使要這樣子打壓中天電視台 最後絕對不會有一個好結果 因為這是把台灣的民族跟自由 往後拉 倒退到所謂集權專制時代 所以我在這邊 我必須要呼籲 你假使要對中天電視台 所謂綜合台的新聞節目 把它禁止掉 我麻煩你 你要一致性的標準 中天這樣子 麻煩你讓民視也這樣 你讓三立也是這樣 你讓東森也這樣 大家站在一個同樣的水平 同樣的平等線 一起來做競爭 這樣才公平啊 對不對 怎麼只有針對的中天電視台 有這種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我是覺得 假使您 MCC 你們這七位的 所謂政察委員 做不到 那台灣真的沒有新聞自由 這裡旁邊圓形的中天社會logo 就是頻道傳送門 別懷疑趕快點進去 首頁就能看到 五二小組系列影片 有會客室 老Z調查縣 捐箱聊蝦蜜 別陰陽 中部中心白島出任務 南部中心BOSS工作室 豐富內容 千萬別錯過囉 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歡迎您一起來加一